嗯 我现在在地上高速上啊 今天要去哪呢 去一下北京方堂 然后再去个 我看上位有人评论里留言说的是那个 双阳南区 是吧 你这一块去了 反正都是在顺义 你像这种地上啊 说实话 平时咱没机会去 太远了 你别说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也登不过去 好几十公里 所以咱就正好放债 一次去了 哇 到五元桥了 这就是机场高速 现在修的已经相当nice了 好像已经不收通勤费了吧 我也忘了 反正现在放债怎么都不会要钱呢 然后我看有朋友跟我留言说的我那个视频怎么怎么搞一搞 我觉得是啊 是想搞一搞 但是你说可以讲讲老百姓那些事儿 我觉得我最多也就做到这儿了 然后你们说扒那些烂七八糟的那个 那个东西 那个我讲的就不合适了 我讲不合适了 再一个 我也是 我是想骑墙的 不是说想压一边的 你就是挣不着钱 我也想骑墙 就吃老本呗 吃老本骑着呗 但你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 你要说你说中文这个 U站的中文这个圈吧 就明显知道 就是大部分人都知道怎么干能正行 而且很多人我觉得是真的 你都能看出来怎么干正行 但咱又干不了那些事儿 真的没办法这个 对吧 那不管是 其实有的时候人家说的真的假的 咱在这儿咱也不好说什么 还是立足一个老百姓真实的故事 对吧 好多人都说这个中产滑落这个问题 我还能跟你谈一谈 比较现实 因为我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可是你要说什么大家都马里边饿着 没地儿住 快快饿死了 这也不是事实 对吧 我看那天有朋友跟我说 他看到的视频都是国内这帮人都吃不上喝不上 这不是扯的 那个就有点扯了 我觉得大家你要关注 你可以发现 这波经济危机 只有中产受伤 其他人没受伤 大部分的穷人也不会在乎这些事儿 这大部分人没受到什么伤害 只有你这些原 他原来扫厕所的拿三千五千 他现在扫厕所还拿三千五千 又没降薪 可是你说这个抓IT的 对吧 裁员了 离职的 降薪的 那他原来挣一万两万 你让他拿三千五千他受得了吗 那就像我这种人才会说这个事儿 其他人有啥可说的 对不对 还有那些你像什么外卖 外卖小哥 外卖小哥收入也是下降了 但是 那人家靠卖力气一万多块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只不过你以前用脑干活 等你转换到用力气干活的时候 那是真他妈的不适应的 对吧 但凡我要是有那个 外卖小哥的那个能力跟技术水平 对吧 可能早就大孩子出去念书去了 一天刷十份盘子不行吗 估计也干不了 对吧 能力有限 全养老了 等你要用你真正的劳动能力的时候 发现不行 减个肥都半天减不下来 你想想 但这证明还是有钱 还是得造 真的有的时候你们说不省钱 我还真不怎么省 平时想干嘛就干嘛 钱没缺在那儿 缺在人岸 缺在对未来的预期上 早晚那些钱会花过 你要出去一趟 你去个哪儿 真的置办个房子什么的 那钱一次就用光了 就你可能就没有什么第二次的机会了 这也为什么我说我就是想其人 对吧 两边都有点机会 那最后不行 国内还是条路呢 你何必一脚踩死了 给自己焊牛门上是吧 那没撞还行 万一撞了 粉身碎骨 还有好多人说我这个思想认识不高的 就服务这个企业事业单位时间长了 很多时候做事还是想有点普 有点普在做什么事踏实 就是说 其实我还是说那句胆实话什么 就是我要真的 啥也没有 我估计很快就能减下肥了 很快就可以适应刷盘子修工桥的这些工作 咱这不是还没达到那条件呢 达到了再说了 好多时候我想 你说 以后这中国社会到底行不行 是吧 还是个大物套 房子也不好卖 哎 就不怕又失去多少年 好不容易爬到一个位子 这滑的也太快了 就我觉得大家以为的滑路 应该是你今天挣2万 明天挣1万8 1万6 这么滑 你现在国内滑着 你今天挣2万 明天挣1万 这个力度就稍微有点大了 是吧 这个这玩意儿 大多数人可能都很难接受 就是这坦克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我有好多朋友也都是大副将司 这个岁数 哎 当人难了 就是当狗呗 你像我这种专业当狗的 都过得不怎么好 那就别提别人了 是吧 还得有仪式场 真的是这样 还有人让回去接着写代码呢 是吧 干不了了 岁数大了 加个班 心脏受不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这不是自己作呢 是吧 那能怎么办呀 生存压力大 哎 这边就可以上顺利了 上顺利了 估计走精密路吧 还真是精密路 走走走走 上顺利 咱们离方唐应该已经走了一半的距离 估计一会儿就能到 到那会儿都得好好拍吧 这这波就水了呗 做人有点难呀 国内其实你在想做好人真的挺难的 因为以前你像头几年大家手里都有点帮个忙什么的没关系 现在大家手里都没走 你说真的帮个重要的忙可能还真帮不了 你就但凡有个借钱 现在你借个三万五万我都真的有的时候我都未必能拿出来借给你 你哥以前你借个二十万我都没事 对吧 就是经济下滑幅度有点大 对未来预期就是越来越不那啥 关键是你都质疑借钱人的还款能力 而你认识那一波的街上又都是中产 他们每一个都在遭受经济下滑的打击 他们要是难了那个钱的真的很难还上 你不如像那个三千五千的他是扫厕所的 他要管你借钱 他可能还能还上 因为他已经适应这种这种环境了 对吧 但你说你要是原来中产滑落这么大 又着急要钱 怕是遇到的事都还是很难解决的 或者人家还钱三点五年不说不还咋办 对吧 你也会有这种考量 所以说经济一旦不好的话 这个人也就都不是那么靠谱 所以我一般所以我也不求人 我怎么碰到所有苦难我都自己吃了咽了 跟你们说一说这苦难不就转移了吗 对吧 你们听了还觉得缓解焦虑 我这还转移了我的痛苦 这不是一举多得吗 对吧 各位如果有信心的话 对吧再多看看广告 那对我来说就是再好不过了 哈哈哈 现在真的是收入下滑太严重了 又这样也是基本上快快干不下去了 我怎么感觉 跌幅这么大 哎呀 吊车出租 今儿还施工啊 这就有点过分了 工修啊 我这两天在三亚就一直想吃公报鸡丁 然后在三亚那么多天 就在一家四川菜馆吃的工报鸡丁 做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家米饭特别好 确实是 反正肯定是递到了川菜馆 但我觉得那个 工报鸡丁的那种麻辣的感觉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在北京的话它不是麻辣 它都是都是辣 辣多一些 真正的川菜里的工报鸡丁全是麻辣 哎呀拐错口了 今天天气真好 回头想想聊点什么 聊点房地产吧 这两天房地产不出新政 一马到方堂 车车地产 聊自己没啥意思 还有老多人问我 那个老板跟我不是一个路的 对对对对我做落地执行的他做设计的那能对路吗 肯定不对路啊 就是说机缘巧合认识的在一起工作而已 其他说什么呢 也都是车 他花钱我干活了 还能有啥呀 是吧 他把钱给足了 我这不是也能好好工作吗 他这一天给一点这咱那个劳动力的积极性 他自然就不太那啥了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感觉也是干不成 因为我岁数在那 他这个有的年轻的同事吧 我就这么说吧 我就说你要年轻的同事他专业呀 你看配合他做项目就应该好马配好安 也找一个年轻的跟他一块加班 我这个 老板看了那觉得我在骗加班费 但他们实际上他找这人 太费时间了 俩人一块那个可劲加班 但你说你找个年轻的呢 跟着他加班不就完了 你看我这岁数的有点扛不住 对吧 好多时候 真的你说什么都不让他在现场看着你 他才能体会到 所以说很多东西 难呐 你不得咱那帮人这岁数了 混成这样的就多难 多难呐 行 就先说这街板一会该到那个北京方堂了 那咱拍一期呗 为了流量加油呗 这两天我媳妇还不错 带孩子回去让我自己让你拍就拍呗 家里支持就好了 就怕家里不支持 那你回去还带着孩子 又看孩子 你得回老家对吧 没准农活还得帮不忙 行不说这么多就这样吧 一会见吧 嗯 一会见吧 你 感谢观看